无论是国民党 民盟 无党派人士 还是共产党的代表 都是中国人嘛 作为代表团 我们是一个整体 如若会议还未召开 我们就因民恶的问题产生纷争 那么损害的 就是中国的国际形象 无党之所以在代表民恶的问题上 不争不抢 实为固权大局 为表现无党之爱好和平 力求 民主团结的精神 表现我们愿意 为了国际和平而奋斗的决心 请假 现在的抗日局势越来越明朗清晰了 这次旧金山会议的主要议题也是讨论 如何在战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格局 那么你认为 在当前形势下 国民党和共产党 谁更能代表中国呢 中国这么大 不是任何一个党派 或是一个组织 可以代表得了的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愿景 是创立一个联合政府 集思广义 各取所长的 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是合作的 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 一较短长 一风高下 这次还送会后不久 董碧武于 于1945年4月21日飞敌美国 四天后 如其参加了 在旧金山举行的 联合国制宪会议 6月26日 他代表中国共产党 在联合国宪章上 签上了 董碧武三个 港进有力的台体字 董碧武啊 是中国共产党的 创始人之一 也是一大代表中 历经28年生死磨难 和毛主席一同参加 开国大典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 我会见到 这个节目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我们下期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词曲检查 回顾武三个 万多 稳 优独播剧场 美国 我们下期见